大肠癌的症状一 贫血和大便出血 有些病人 它起现的症状是 大便流血 它可以录影看到 如果肠癌有流血的话 一般的肠癌长得 比较靠近肛门这个方向 比如说我们肠子很长 120公分长 从右边到左边 如果说 在里面一点的话 它大部分的演变是说 有的时候大便 颜色会很深红色的 那是已经肠子出血的时候 才会这样子 那有些病人 他之所以发现到 是因为他有贫血 他医生给他验血的时候 说我们的病人 你有贫血了 你要赶快去看医生 去做检查 怀疑你有肠癌 像这种变血 我们先搞清楚 它这个 我们叫近血和远血区别 主要是区别 就是痴疮来的血和肠内来的血 或者是上小窝的远端来的血 那从痴疮来的血 就是肛门周围的 这种呢 属于近血 那它的血下来比较新鲜 随着大便 或者大便之后 滴下来的血 多半都是痴疮来的 痴疮发病率很高 不是十人九智吗 但如果这个变不是新鲜血 有褐色的 深色的 或者板柔样的 那就是圆血 从肠 或者甚至从胃来的 这要特别警惕 这要一定要去查了 打个比方吧 我有一位年纪蛮轻的病人 很多年前的病人 他流血 他去看医生 医生说 自传了没事 你那么年轻没事 那结果呢 他后来想想 不放心了 几个月了 他去看了一个手术科医生 手术科医生 马上就把他送到我这里来 为什么 他说 手指头一抹进去 就知道不对劲了 你赶快给他做个场景吧 根本就是在肛门上面 就是一个癌 年纪很轻的 人家也不会想说 这么年纪轻 怎么会想出肠癌呢 大肠癌的症状二 便秘 或者排便便系 那我有病人说 便秘嘛 我 反正只有两三天 我也不当何事情 然后他说 过了一段时间 好像最近 要一个星期 才来一次大病 他想我也忙着了 没关系了 再等一下先 吃点 多吃点蔬菜了 好像好一点 因为过了一段时间 当这位病人来看的时候 他已经 一个月没有上过大号 他在想 应该有问题了 赶快去看吧 当然来看的时候 这个最近是很晚期的一个病 那至于说大便 变细的话呢 是因为肠癌呢 它变得很大了 那肠子的空间就小掉了 所以大便就变成 挤出来像牙膏 那样挤出来细细的 那条细细的 那当然如果说到便秘的话 那也是其中一个症状 就是说肠子大便 给卡在里面出来了 只能一点点一点出来了 这也是 就是变成便秘的症状 大肠癌的症状三 暴瘦 疲劳 当然呢 如果说有贫血 贫血的大部分病人的症状是 你的朋友会跟你讲 你脸色很苍白 或者你有时候走路的时候 你感觉气喘不过来了 因为你贫血的厉害 当然体重降轻啊 这些都是不好的症状 如果说你得到任何癌症 你体重降轻都会降轻 所以说突然间暴瘦 那有的时候就会 要去看他的医生 去看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 那我有个病人呢 其实也不是 也不是就真正病人 是我一个朋友啊 他的妈妈这样子 说到家里做客嘛 我去他们家 那他说 哎呀你这个 中医师你看看我妈妈 这有个毛病 老是这个便秘 哎呀三五年了 但他呢经常自己买点药 什么买点西药啊 吃点什么中药了 就是卸下的 也能维持 但是呢一不吃就不行 包括吃硬酸铁啊 什么锅导片啊 还有番茄叶了 反正都用过 大黄啊 但用的时候就好 不用就不行 但我看了一下呢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当时什么状态 我一看 老人家大概是 六十五岁左右 除了便秘 吃他的主术以外呢 人比较消瘦 另外气色不好 比较灰暗 用你们这个文学 那叫憔悴 但咱们看来呢 真正无光灰暗 面色 而且他还有一个症状 整天的无力 感觉很累 没做事情就累 而且呢体重下降 本来他就不胖 我说这个事情啊 也没那么简单 不能单纯的你说 你天天用这些卸药 来维持通便 不对 你要查一查 但当时呢 我就给他提了几个建议 我说你要查一查 查这消化系统 查这肝脏系统 系统你查一查 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 如果有别的问题 那就该怎么治疗 按照不同的疾病 咱们采取办法 如果都没有问题 我再帮你治疗 那就容易了 因为不能 不想耽误病情 结果呢 他就去查了以后 大概两个多星期 一个阶肠癌 当然 当您出现了便血 贫血 暴瘦 疲劳 便秘 还有大便便系等症状 并不是说 您一定是得了大肠癌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疾病引起的 但是 医生还是建议我们 如果出现以上的症状 一定要看医生 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检查 大肠癌的检查 目前主要就是 大肠双向背剂 摄影检查 和肠镜检查两种 好吗 好吗 感谢观看